哈嘍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熊王者频道 先按一下 另外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们的IHFB 剧曲BB 还有Discord 然后在今天天成 呃天地劫忧承载鈴 召哥的天赋绝学 然后刚老型的招式 不过这个身材还是挺好的 然后狮子咒斯 属性是炎 然后天赋的部分 红颜魅谷 那可以 可以跟非女性的角色对战的时候 对战中可以伤害提高10-25% 那主动攻击每命中一个目标 可以获得银尾 那使用绝学之后 行动结束消耗银尾 陈述陈述对两格范围内随地敌方造成 对应次数的固定伤害 法攻了10% 对应次数 那并去上一个游戏状态 那如果敌方被火火连续攻击两次以上 则立刻被施加魅惑 那魅惑是新的 好 那银尾最多可以到六成 那受到暴击的伤害 呃概率啊 加30% 无法选中施加者 然后而且也无法 无法驱散 主要是暴击 哇 咒诗 然后火属性的那有暴击 然后绝学天尾灵气 主动使用恢复自身50%的气血 哎还蛮多 然后快速累加三成的这个阴违的状态 并对自身施加这个神瑞 然后或者再形容 哦 就有点像那个 与世的那种那个找 每个每个人几乎都有那个招式 可以在行动 然后就攻击啊 好 然后绝学这个焚心腰咒 攻击当个敌人造成1.4倍的伤害 对但是显得驱散目标两个友谊状态 那目标为非女性状态的时候 则本是供给无视乎为 哎还不错啦 驱散 先驱 然后如果是非女性角色的话 那本是攻击无视乎为啊 好 粉黛妹姿 对方的内所有的力量造成0.6倍的伤害 暴击皮靠20% 这招招式还蛮漂亮的 好那去以 也是一样好像驱散两个游戏状态 账户并 哎账户可以选的传送到三个方案内的一个 非女性说深周的一个指定空格 传送到三格范围内的 所以看起来是有方敌方都可以哦 好 然后 自灭芳华对方我念说电照0.3倍 3倍的伤害 施加十之一 持续两个回合 那一样对非女性的角色施加魅惑状态哦 哎就他很多很多钢脑型的招式 所以攻击来说可能不会不会是很强的 但是以钢脑性来说 应该 蛮有用的 但是他大部分都针对非女性角色啦 呃毕竟他是魅惑吧 因为情报大概是这样 那因为他没有 没有正法 所以你可惜 不知道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到底会是怎样的技能组合呢 那我们期待一下 那如果是以目前啊 只看到一只 所以不确定这只是不是一定要抽 但这还可以 对我来说是还可以的效果 那有有那个故障 那看起来他的英文的陈述累加 累加的方法也蛮多种的 好那今天就是招哥的这个技能 介绍的部分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 记住这种的IG FB 推取BB点还有提示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大家晚安 拜拜